HELLO 大家好,我是阿Ferr 今天要跟大家說明顯的是 終於知道東決和西決 出來之後,究竟對手是誰 由今週勇士迎戰賽爾特人隊 其實這系列中,今週我猜中了 另外一篇Hits中猜錯了 其實我本來猜中是4比2,而在Golden State 中是4比0,4比1 其實到今天最後一刻 大家也很關注了在Jimmy Butler 最後 究竟他應該是否應該射3分 一來是11秒,二來是否應該追平 拿了分,然後將Possession給別人打一打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他應該是打HeroBall 不過,如果你想深一層 如果Buller 在那一刻不完結 如果是要打OT的時候 究竟他的體能能夠頂不頂得頂呢? 因為當時的Miami雖然後來追球 都叫做Oledipo,Max Cruz 和Laurie都有進球 造成一個8比0的攻勢 但是最後來也是很靠Buller 那種意志和氣勢去頂住 他已經在那時刻打到48分鐘 究竟如果再OT多5分鐘 他能夠頂不頂得頂呢? 我相信這個他當時心理上考慮的因素就是 如果這球進去,我們有機會贏 這球不進去,我們也要差不多 所以他可能在那時刻選擇這樣一搏 當然結果不符他原 不像上次2020 打回頭就贏了 這次真的輸了 但無論如何,恭喜賽爾特人隊 盡身他第一次東拳 當然是這群年輕人 之前的Bossドン當然是王朝非常強勁 但是到了這一刻 他再次重踏決賽的版圖 都已經經歷了很久很久 而一班超新星 很明顯就是 有Jason Tatum Jalen Brown 雙探花 帶領再加上今年的防守最佳球員 Marcus Mark III 組成的一個非常年輕有活力的陣型 再加上路長R Harford 以及穩健的中鋒 Robert Williams 現在有新秀Gran Williams Pitcher 其實你會見到 他的陣容 好像叫做深度、完整度 都非常之高 在這系列賽面裡面 大部份Bosson Celtics 是比較有領先的優勢 我們就看看實際數據上的分析 當然 官符近五場裡面 其實Bosson Celtics 已經贏了四場 即是由他今年對戰的兩場 一場是大比數 一場是小勝 其實之前那些系列 一直都是Bosson Celtics 輸 之前那兩年很難說 因為Bosson Celtics 的陣容 有多不完整 大家都很理解 到了今時今日的Bosson Celtics 其實跟旺朝的Bosson Celtics 有相差多遠 大家都心裡明白 所以到這一刻 究竟實力上有些大差距 純粹以今年的賽職來講 冬年是勝一副 今年Golden State 53勝29 對Bosson 51勝31 雖然一個是排三岸第三 而是東岸第二 但對賽本身成績有優勢 所以Golden State 這次仍佔了主場優勢 另一邊箱 我們又可以看看 全聯的其他資訊是怎樣 Golden State 得分方面 亦比Bosson Celtics 每場多7分 Rindown 方面多2個 Assist 方面多4個 Steel 方面多0.3個 Blockshot 方面 賽爾達人稍為佔優多1.2 Turnover 方面 兩隊都控制得一般 其實佔14個Turnover Fullgo Percentage Golden State 明天佔優到5成 三分命中等亦都3成不 佔球命中等亦都更高 但雖然Golden State 擁有兩個最佳佔球射手 一個是John Poole 一個是Step Kirk 但不知道為何佔球命中等亦只剩下75.5% 反觀以3分著名的Golden State Porn in the Pink 明顯比Bosson 佔優 48分至39分 第二個Chance 由14.5分至11.8分 雖然Porn in the Pink 和Second Chance Point 就是Golden State佔優 但在Fullback 方面 Porn in the Pink 身形高1.2分 如果純粹觀乎一個Chance 看來 就好像Golden State 整體的佔優 但大家都很集中在Porn in the Pink 身形 比較大隻方面 因為它有後衛 無論是Jalen Brown 也好 其實Marcus Mark 也不太高大 Jason Tatum 也不太高大 R Harford 本身來說 在中鋒位置來說 Golden State 對Bosson 也不太高大 我又覺得不太高大 因為現在Cathlouni 打到火熱 Jaymond Green Viggins Porter 其實現在幾個風扇 對比他們現在的風扇實力 本身不太高大 本身就是問題 在後衛位方面 究竟怎樣可以對著 Jalen Brown 或 Jason Tatum 的衝擊 反而是最大的因素要研究的地方 看回他們的Leader Players 他們的六三軍 其實他們的分部很平均 你會看到Rebound 和Block Shot 就是R Harford Porn 和Assist 就是Jaymond Tatum 而另一方面 得分方面 Done State 就是 Step Carry 藍版就是 Cap Looney 助攻和Block Shot 都是Jaymond Green 其實都是一些主力球員的帶動 純粹說實力上的分析 因為作為金周圍 十萬元金周好一點 那是否真的金周好一點呢 其實金周打Bosson Celtics 已經是相對比較困難的系列 因為本身來說 Bosson 攻守轉換都算快 以及防守體系都算緊密 在搶斷方面或壓迫方面 都算是比較仔細的位置 因為你看看那時候 Kelvin Dureen 怎樣被守死後 你就很明白Bosson 對位守死人的能力是非常高的 但是否因為這樣就很值得擔心呢 因為Gordon State 作為一個流轉速度 差不多是全聯盟最高的球隊 其實對Bosson Celtics這種防守 其實未必沒有破解方法 因為它的流轉速度高到這樣 其實以Bosson Celtics追得到 其實Maha Maha很快就會鬆懈 因為就算你看到近幾場對熱火都好 其實Maha Maha的防守質量 都大致上下降了幾多 再加上其實打到這七場 大概帶回來的狀態 其實你看到Bosson Celtics 人們都去到窄窄地 已經不是那麼有態 所以打到總決賽 以日代勞的Gordon State 來說 在這方面明顯佔優 再加上Gordon State 的雙元 就算是J Goudela 是否有用又好 到時出又好 到時再算 Garrett Payton II 都很大機會 在這個系列賽出回來 防守體系上 整體的流暢度來說 亦不會太差 Jordon II 在攻擊力方面 亦加了一層樓 其實你想想 今年大家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我現在可以打Steph Curry 一定是攻略打的 但Steph Curry 今年被單打 本身降低對方的命中率 球員是最高的效率 他的效能還比Dramon Green好 所以Steph Curry 才是今年最佳防守球員 在Gordon State 所以大家又會覺得 原來針對Steph Curry 打 又未必會這麼好 當Steph Curry 被單打都不是弱點的時候 你要攻誰 在正選部門 是非常困難的 那你是否要攻Cathlouni 如果Cathlouni要攻 就變成L Harford 攻 L Harford 攻的時候 又是否真的可以這麼對白呢 其實L Harford 現在的年紀 對Cathlouni 我又覺得他未必真的好 可能一兩場會有很揮煌的表現 但是整體來說 他可在對位吃著他來打 我覺得真的有差點 如果以其他隊位來說 像Dramon Green 或 Angle Regan 再加上KT 當然不計Dramon Green 毛巾和KT 在攻守端的表現 大家不容置疑 所以在緊密程度 以及個人防守能力來說 而現在的 Golden State 其實一點都不亦衰 究竟要攻擊正選系列是否容易呢?當然不是 但究竟在後備方面會否反而成為隱一 當然在後備方面,Porter Jr 的防守都算不錯 但Begelica 可能會移動速度慢一點 但居上兩場來說,打得都算不錯 究竟這系列,Kumenga 會否有得出呢? 又好成疑問 Mudi 可能都會有得出 因為Mudi 在快速轉換防守方面,體系都會打得不錯 球風挺成熟的 所以Mudi 有得出的機會率是比Kumenga 高 雖然他的球權在球隊來說比較少 但實際在球場上的作用反而會比Kumenga 大 另外,Igudara 還可以表演一下呢?難說 再數下去,Demoni 應該都沒有了 這系列應該看不到 主要來說,他的輪胎陣容大概已經達到十個至十個左右 其實相對可以用之日已經是非常多 對比相反觀於Borsen 如果最主要的五個主力出不到之後 例如你再去Gran William 之後 Picture 就真的沒有了 Ties 其實都不太用得了 所以整個輪胎陣容只有七至八個來說 以他現在的不相得的情況來說 真的比較有困難的 再加上Morban William 和Marcus Mark 如果再遇上高強度的作戰來說 他們兩個再受傷的機會率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這個系列賽 他們究竟能否保持全員健康呢? 都會成為一個很大的疑問 究竟在這個... 其實大家可能沒有留意到 就是原來小樓在上系列輸給Golden Say 其實他的奔跑率 即是防守的奔跑率 即是當時Jalen Branson 和Darlene Smith 其實他們因為打Golden Say 他們的防守奔跑率 已經比他之前打贏的系列賽高了很多 即是他們需要提高了強大的動力去防守 再加上防守完衆的進攻 究竟這個Boston 是否可以提升到這個激烈的節奏呢? 這個都成為疑問的 因為當我看他對Heats的時候 其實他走動得太多的時候 其實他的準程度的準升有下降 再加上他的流動體系也有流動 其實兩者我覺得最大的勝負關鍵 反而是控制全場波的節奏方面 其實無論在Jaymond Green也好 Step Curry也好 就算是Jordan Poole 都可以 在這幾個控球型的後衛和前鋒方面 整體來說 控場來說是會做得比較優勝方法 反觀是Boston 最做不到的就是控球方面 Jalen Brine 也好 Jason Tatum 也好 本身就不是一個控衛出身的人 就算是Marcus Smart 也好 主要是打防守 也不是控制整隊球的節奏的人 做到整場波最大的連結就是Al Harford 作為一個控制型 前鋒 Al Harford 和Jaymond Green 的功力 相距也相距很遠 所以在這幾點方面 我覺得是會比較舒適 主要來說 我覺得就算從這系列賽 Golden State 遇到對手 相對比較艱難 但我覺得 作為Golden State 的粉絲 我依然覺得 Golden State 贏面比較高 我也是會預測 這系列以4比2 就算是淘汰Boston 不過 當然這系列 我希望大家健健康康打 不要說 有轉頭傷勢 沒有東西看的球 之後也會跟Captain 都說好了 每天看完球 都會說一下球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Anyway 今天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問題 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和分享 分享和分享 拜拜